又到聖誕 又到聖誕 哇 現在已經踏入12月了 12月多少日呢 算一算大概還有20 多點20幾天 那就已經是聖誕節了 好耶 早幾天呢 我就去了深水堡的福榮街 福榮街 那裡 在那裡附近有很多店 每年到聖誕節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聖誕節的裝飾 即是 去到很小 你可以抽獎的時候送給人 類似這些 這些公仔 釣飾有關於聖誕的 當然不是這個 或者是大到聖誕樹 很高的聖誕樹 或者是我看過像我人一樣的 胡桃甲子 都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裡看看 因為那裡賣的東西 是便宜過外面很多 當然 聖誕節的那些 掛飾 可能不會有你 在City Super看的那些精緻 但是呢 我覺得 如果 你想裝飾一下自己的家 或者房間 什麼都好 那你 你覺得這些是一年一次 你不需要 想用到很多的 預算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 深水埗看看 而我去深水埗的收穫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我身後這些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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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我現在每一天晚上 臨份之前開著這個燈廳音樂的時候 我完全覺得 嘩 除了買了這些 我還不停 買了一些其餘的 裝飾去佈置 我的房間 我去了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去了Niko Ann Niko Ann 除了有衣服之外 另外 會進入一些不同的生活 雜貨 今年聖誕節 進入了很多聖誕節的 裝飾 有一張很漂亮的 煎 可以披著那些煎 是聖誕節的花 但它有點貴 所以我家有同類型的東西 所以我不捨得買 我買了幾個 很少很少的聖誕裝飾 像寶寶 有 聖誕老人 喜歡此類的東西 我會裝飾在我這個牆上 然後 我會拍給大家看 之後我還去了無印 今年有超級多聖誕節 可以裝飾的東西 而且它的價錢 不是十分之貴 即是是合理的價錢之內 而且它那些裝飾 有很多你都可以再用 這個 它是一些 擁抱的波波 然後它不同顏色 它有三個 它是三十元 我覺得它 因為我一定會再用這些 即使不是聖誕節 我都會買 我覺得它很有趣 也不算太貴 所以我就買了 另外 這個比較冬天 有個 薑餅人 不像薑餅鬼 不像薑餅鬼 有手套 還有襪子 雖然它 不能裝飾 很多毛 但是 我也很想我掛在這裡 聖誕老人可以來 送禮物給我 另外我買了一個 就是 已經是我今年這個 聖誕節 最貴的給自己一個玩具 它就是一個木的聖誕樹 我突然會組裝 那我就會放在我家的一個角落 它有大和小的 這個是大 Guinness 3 其實我之前很少點這些東西 不過我在 Facebook看到一些朋友 他們就 有 Post他這個聖誕節的套裝 我覺得它很有趣 也不算太貴 百多元 我就買了一個來 點一下 那這個 其實它的 收藏裡面 它是有兩個味道的 它另外一個味道是白色 然後它是Vanilla 和椰子的味道 那我個人覺得那個太甜了 我就沒有選擇 那這個紅色的呢 它是 紅色這個呢 它是 Winterberry的味道 還有我很喜歡紅色 所以我就選了紅色 然後呢 它這個collection 除了有蠟燭之外 它還有那些插 那些 上面有一條條木的香薰座 也是一樣的味道 都好像是一樣的價錢 但是我個人來說 比較喜歡蠟燭 因為我不喜歡的時候 然後我就可以蓋上它 那就不一定要 整著在這裡 就等它揮發完 這樣 然後它就有一個蓋子 你關火的時候就可以 整個蓋子 而且它就不用黏層 這個設計我覺得挺好 這個 NEO Color Collection 很明顯我就是因為這個紅色才買 那其實我買它的原因 是因為我看到它很便宜 而且它的顏色很漂亮 所以我就忍不住它 只不過是75元 75元就有3枝 那麼多了 這三種顏色 然後就是 首先最淺色的 它就是有一個 有白色為主的閃粉 然後有紅色有綠色 有些金色 都是節日氣氛 很厲害的一個指甲藥 第二個呢它就是 金色 那這個金色呢 我覺得是去到過年都可以用的了 其實紅色說都是 就是 冬天這些節日是 一浪接一浪 最後 就是我最喜歡的 紅色啦 這個紅色是暗紅色的閃粉 那我就未試 但我心想它會很漂亮的 在它那個collection裡面呢 它呢 還有除這個符 送它一些貼紙甲的貼紙 然後它是可以貼在指甲上面 它的圖案都是很可愛的 之前我就一如意願地 瀏覽這個youtube 那我就找到lush的 這個official的channel 然後它就有介紹它 去不同產品的製作過程 那其實它那些製作過程是很可愛的 好像人家做蛋糕那樣的 因為它的成份 就經常都標榜是一些天然的東西 就是它都有合成的成份在裡面的 但是呢 它的過程就是太可愛了 那我就去看的時候 我看到它其中一個產品 我已經是看到那個片 我已經是很想很想買的了 於是呢 我就去看 我最後就真的買了 一個去聖誕節才會出的一個產品 那它這個產品呢 是一個massage bar 那其實massage bar 它平時也有的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那它就是一塊 那它就是一塊好像蕃茄那樣的東西 那它不同的款式呢 就是有不同的功效 有些是可以按摩的時候用的 那它那些ingredients呢 就會隨著你的體溫 融在你皮膚上面 那你有護膚的成效之餘呢 你就可以按摩啊 還有它有些是給你放鬆的 有些是給你放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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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滋潤的 都會有的 然後呢 那它聖誕節出的這個呢 就是叫做snow fairy 就是叫做snow fairy 你看啊 它就是一個snow fairy的造型 然後它中間白色那些呢 其實是它的中心裡面呢 它是有些sparkle在裡面 好可愛的 然後 它的香味很香 其實我這樣拿在手裡的時候 它就已經是融了在我的手上 它的香味呢 其實就是 好像吹波糖的味道 但是呢 它不是說那些好假的味道 其實你聞一聞之後 你會聞到一些 好香 好香 你會聞到一些 好像 一些草本 花的味道 但是呢 我實在是不知道應該怎樣用它 因為呢 那個人跟我說呢 要用它之前呢 你就首先呢 要拿爛它 就是呢 要將那個snow fairy 拿爛了 然後呢 因為它的中間是一些 閃粉來的 然後你就拌勻它的材料 你就塗在手上 那它最主要出的原因呢 就是 你秋冬的時候 很多這些派對 你要去 那你就可以邊潤膚之餘 那你可能有時候 穿一些咖啡套 這些鎖骨的位置 或者手和肩膀 那你就可以有 一些閃粉在上面 然後它就告訴我呢 我就這樣放在這裡 即是就這樣放這東西 在房間呢 都會聞到它的香味 而它是沒有騙我的 之後呢 我呢 去到的時候 因為那個 銷售士呢 它很好 它又很nice 又很有心機 又不會推動我買東西 於是呢 我就 給它介紹了我買這個 Dream Cream 然後它是一個很香很香的Body Lotion 那它可以擦手都可以的 那我就放了在我的床邊那裡 那我就會有時候拿來擦手和擦身 那因為我皮膚比較敏感 有時候會很癢 那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那它呢 是拿燕麥奶來做的 那燕麥奶其實就是很多 那一本燕麥奶就是皮膚敏感的人可以用 那其實它推出的產品 洗頭水啊 洗澡液啊 Body Lotion 那都有的 那另外它裡面的成分呢 還有Rose Water 有 有 橄欖油 還有 它有 Coco Butter 還有 它是 它的香味呢 它裡面是還有一個 其實它有很多成分的 它還有這個 芬衣草油在裡面 那所以呢 你可以聞到它很香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知道 很興奮它的成分是什麼呢 其實我 我建議大家可以 上去香港那個網站 那其實它很清楚列明 它每一個 產品裡面有什麼成分 而裡面有些什麼成分 是天然的成分 有些什麼成分 是一些合成的成分 它都有寫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很興奮 這個成分上面的東西 就可以上去看看 那我已經用過這個產品了 它是真的 很好用啦 我用完之後 很柔軟 還有 我第二天睡醒 它還是覺得很保濕的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忘了那個 為什麼會不會再結尾了呢 就是很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分享 然後 希望大家有一個很開心愉快的十二月 還有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可以like我的影片 share我的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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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